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我们来介绍日本三大面食之一的 蕎麦面的吃法 蕎麦面是由蕎麦粉、配衣面粉、挤水制作而成的茶色面食 那我们就来边做边介绍 在日本比较流行的龙屉蕎麦面的吃法吧 以及食用过程当中的五个要素 超市中有多种标有扎鲁索巴字样的蕎麦面 面的颜色的深浅代表着蕎麦粉含量的不同 一纸蕎麦面有100克 来烧一锅开水,大约煮5分钟左右,面就熟了 这里到了我们吃蕎麦面的第一个关键点 煮熟的蕎麦面一定要放在冷开水里揉洗几遍 冷水洗涤的目的是为了洗去面上多余的淀粉 以及由淀粉而产生的粘液 这样使面吃起来更筋道,更滑爽 尤其是在夏天,揉洗好的蕎麦面 可以放在冰水中,冰镇备用 市场上看到的28蕎麦面 其蕎麦粉的含量是80% 10个蕎麦面,其蕎麦粉的含量是100% 当然比例不同,其口感和麦香味也不一样 为了增加风味,部分蕎麦面的制作过程中还会增加芝麻海苔和抹茶等材料 龙替蕎麦面的第二个关键点是,要蘸着酱汁吃 一般亚洲人超市中都会有卖这种 扎鲁索巴汁油 自己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 两人份的酱汁只需要200克的水 加30克味淋,加40克寿司酱油 及10克糖,调制即可 这样的蕎麦面单吃比较清淡爽口 配上配菜吃也特别的美味 准备一些与蕎麦面绝配的海苔丝 来一袋开包即食的普烧鲁鱼 其松软的肉质和咸甜的烧汁味 总能让人流连往返 这袋子上的酱汁挂下来千万别扔了 把冷水里的蕎麦面捞出,放入笼屉中 您想吃多少放多少 再来炸几个虾 没有甜菠萝粉就直接用面包粉炸 看起来也挺不错,上桌 中国人喜欢荤苏搭配 我们再炸一些喜欢的蔬菜 再来一个八分熟的鸡蛋,对半切开 这款清淡爽口的龙体蕎麦面 配上色香肉俱全的配菜 营养满点,看了就有食欲 先准备一小盘蕎麦面的酱汁 第三个关键点是我们在吃蕎麦面的时候 加上一口份的蕎麦面 将底部四分之三的部分 蘸上酱汁,吸溜入口 这种吃法是先感受到 蕎麦面的香味,然后与调料味混合 其余的调料可以在吃的过程中不断的加入 比如说如果您喜欢吃芥末 可以在吃几口蕎麦面之后加入酱汁中 来我们介绍几种日本民间常见的蕎麦面 第一种是乔迁蕎麦面 主要是搬家之后向邻居送的面 因为价廉目美 而且寓意着彼此长久将往 第二种是跨年蕎麦面 初夕晚上吃的面 寓意着新的一年顺顺利利 健康长寿和家人和睦长久 第三种是历史蕎麦面 是日本素食文化的一种 价格便宜三四百日元一份 常见于地铁站的出口处 尤其受上班族男性顾客的青睐 第五个关键点 就是将主命的圆汤 倒入圣语的酱汁中 一起饮饮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民间所谓的圆汤 化圆石吧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在视频的下方subscribe 关注和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